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艺术市场、节目 主要内容包括 一,画作的时空穿梭 市场的历史回圈 二,雕塑的灵魂交换 市场的身份游戏 三,画布的情感风暴 市场的心灵涟漪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画作的时空穿梭 市场的历史回圈 好的,让我们以一种轻松又专业的方式 来探讨画作的时空穿梭 市场的历史回圈这一主题 想象一下 如果艺术品能够自由穿梭于时空之中 它们会见证多少历史的变迁 风格的转变 以及市场的起伏波动呢 这不仅是一场视觉的盛宴 更是一堂生动的历史课 首先,我们得承认 艺术市场的历史回圈 有时比时尚界的转变还要快速 想想看 昨天还是被嫌弃的旧时代作品 今天可能就成了拍卖会上的明星 这不仅让人想起了那句老话 一代不如一代 但在艺术市场中 这句话需要加上一个注脚 等待轮回 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 在文艺复兴时期 当达文西和米开朗基罗的作品首次亮相时 它们不仅仅是画作 更是当时科学、哲学和艺术思想的极大成者 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作品的价值并非一直被看好 进入十九世纪 随着摄影的发明和现代艺术的兴起 这些古典作品一度被认为过时 但是 历史的轮回总是惊人的 这些作品 再次成为了艺术市场上的宝贵资产 再来看看印象派 最初 这些画作被当时的艺术界 嘲笑是未完成的涂鸦 然而 时至今日 末内 雷诺阿的作品 在全球范围内受到追捧 成为了艺术市场上的明星 这正是市场历史回圈的 又一声动力证 有趣的是 这种回圈 不仅存在于风格和时代的转变中 甚至连艺术家的个人命运 也能在市场中经历起伏 以泛高为力 生前几乎未被世人所认识 却在逝世后 成为了艺术市场上的超级巨星 这种反差 不禁让人感慨万千 最后 让我们 以一个幽默的比喻 来结束这次的探讨 如果艺术市场 是一场无休止的派对 那么艺术作品 就是那些时而被冷落 时而成为焦点的派对嘉宾 他们的价值和受欢迎程度 随着时间的推移 和观众口味的变化而变化 但无论如何 这场派对永远不会结束 而艺术作品 将继续在时空中穿梭 见证更多的历史回圈 所以 下次当你在艺术市场上看到 某件作品时 不妨想一想 它背后的故事 以及它可能再次成为焦点的那一天 毕竟 在艺术的世界里 一切皆有可能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雕塑的灵魂交换 市场的身份游戏 在探讨雕塑的灵魂交换 市场的身份游戏 这一主题时 我们不禁要先提一个问题 雕塑是否真的能够交换灵魂 当然 如果你是哈利波特迷 你可能会认为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但在我们这个现实世界中 雕塑的灵魂交换 其实是一场充满幽默 与讽刺的市场身份游戏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雕塑的身份 在艺术市场中 一件雕塑的价值往往不仅仅取决于它的美学 或者制作技巧 更多的时候 它的价值来自于它的身份 也就是说 这件作品是由谁创作的 这就好比是在名人签名会上 一张普通的纸张 一旦被名人签名 其价值立刻翻倍 在这里 雕塑的身份成为了 它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 因此 它们的市场价值骤然上升 而有些真正出自大师之手的作品 却因为种种原因被忽视 它们的价值和身份似乎被暂时遗忘 这就像是雕塑之间 发生了一场灵魂的交换 它们的市场身份和价值随之改变 这种现象 在艺术市场中并不罕见 有时候 一件作品的身份 甚至会随着新的研究发现 而发生变化 这就像是雕塑在市场上 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灵魂转移 这种身份的不确定性 不仅为艺术市场增添了一份神秘感 也让艺术品的收藏和投资 变得更加充满挑战和乐趣 当然 这场灵魂交换的游戏也提醒我们 作为收藏家和爱好者 我们在欣赏艺术品时 不应仅仅关注它们的市场身份和价值 更重要的是 我们应该学会 欣赏那些作品本身所蕴含的美学和情感 因为 这才是艺术真正的灵魂所在 所以 下次当你在艺术市场上 遇到一件令你心动的雕塑时 不妨试着去感受它的灵魂 而不仅仅是 它的身份标签 毕竟 在这个充满身份游戏的市场中 真正能够触动人心的 永远是艺术本身的魅力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画布的情感风暴 市场的心灵涟漪 在探索画布的情感风暴 市场的心灵涟漪这一主题时 我们不禁要问自己 画布上的颜料 究竟是如何捕捉到 那些细微到几乎无形的情感波动 并将它们转化为 能够在艺术市场上 引起巨大涟漪的力量呢 首先 让我们从一个有趣的事实开始 画家在创作时 其实是在与画布 进行一场无声的对话 这场对话 可能充满了激情 痛苦 喜悦 或是深沉的思考 画布成了一个情感的容器 这些情感 随着画家的笔触 被封存其中 有趣的是 这些情感 不仅仅被画布所囚禁 它们还拥有一种神奇的力量 能够穿越时间和空间 触动观赏者的心灵 当这些充满情感的作品 进入艺术市场时 它们就像是被释放出来的 情感精灵 开始在市场上掀起波澜 一幅画作的价值 不仅仅取决于 其技术的精湛 或是艺术家的名气 更重要的是 它能够引起多少人的共鸣 这就是为什么 有些画作的价格会 飙升到令人咋舌的程度 因为它们触动了 人们心中某些深藏的情感 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心灵涟 有趣的是 艺术市场有时候 就像是一个情感的大海洋 各种各样的情感波动 在这里交织碰撞 投资者和收藏家 在这个市场中寻宝 就像是在寻找那些 能够引起最强烈情感 共鸣的作品 它们不仅仅是在购买一幅画 更是在购买一段故事 一种情感 一次心灵的旅行 当然 我们也不能忽视那些 在艺术市场中 寻找投机机会的人 它们精明地分析市场趋势 试图预测 哪些情感风暴将会席卷市场 从而获得利益 这就像是在情感的赌场中下注 有时候你赢得的是一场 心灵的共鸣 有时候则可能是一场 空洞的失落 总之 画部上的情感风暴 和市场的心灵涟漪之间的关系 是一个充满魅力和神秘的领域 它提醒我们 艺术不仅仅是视觉的享受 更是情感的交流 和心灵的触碰 在这个由情感驱动的市场中 每一次交易背后 都是一次对人性 深处情感的探索和理解 所以 下次当你在艺术市场上 欣赏一幅画作时 不妨问问自己 这幅作品是否能够触动你的情感 是否能够引起 你心中那些细微的涟漪 毕竟 在这个充满情感风暴的市场中 真正能够打动人心的 永远是那些 能够与我们共鸣的作品 那么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在艺术市场上 是否有过类似的经历 请在下方留言 与我们分享你的想法和故事吧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